超强台风登陆 我和家人被困在酒店高层公共娱乐场所 飓风掀掉玻璃 我妈被吓得心脏病差点复发 我作为全场为数不多的男性 充当了赌门的肉盾 就在所有人都在奋力抵抗这场风暴的时候 一个中年妇女冲到我面前 试图将我的手掰开 放开 我的爱马仕包包落在外面了 我要出去拿 她危险的动作把我吓了一跳 我赶忙将她推开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是不是找死 我实在太愤怒了 本来底门就费了不少力气 还被人掰手指头 中年女人非但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还双手插腰理直气壮指责我 你这个憋三 我的包包价值连城 如果丢了 你赔得起吗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开门让我出去 我就要你照价赔偿 我额头青筋抱起 外面可是十几年来最高等级的台风 情况十分危急 如果这扇门被打开 在飓风的拉力下 所有人都会被吸出去 我的家人都在这里 我妈更是有心脏病 刚才差点就晕过去 现在受不得二次刺激 我是不可能放任这个女人 虎脚蛮缠 更不可能让她把门打开 见我不为所动 中年女人十分愤怒 脱下高跟鞋就敲在我的手上 剧痛让我脑子无比清醒 我忍不住伸手 夺过她手里的高跟鞋 扔到一边 酒店的工作人员 也被中年女人的操作无语道 开口阻止女人的动作 这位女士 现在外面风太大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 就是 这可是二十四层 被风卷走 是会摔死的 中年女人压根不听 开始教育起年纪不大的两个工作人员 那你们给我去拿回来 我可是你们的客户 是上帝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如果你们不给我拿回来 我就要去投诉你们 让你们招架赔偿 两名工作人员年纪小 被她无耻的言论 堵得说不出话 我妈一向热心肠 又跟中年女人年纪相仿 便开口劝解 大妹子 你别为男小孩了 现在出去 是真的会要人命的 一个包而已 都是身外之物 哪里有人命重要 周围的人附和点头 是啊 帮不上忙就别添乱子 好好等待风暴结束 不好吗 被所有人指责 中年女人瞬间恼羞成怒 待在这里才会没命 这么高的楼 怎么可能会出事 这些都是你们的借口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联合工作人员 想要趁着台风大捞一笔 我妈被案上 莫须有的罪名 也来了火气 你别张嘴就污蔑人 你有证据吗 中年女人冷哼一声 就你这香巴佬的模样 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证据 你这个小偷强盗 赶紧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我的包包值一百多万 赶紧赔偿 我妈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她清白一声 又是读过书的 根本接受不了别人这么说 原本就有心脏病 被女人这么一气 呼吸有些急促 整个人两眼一翻 往后倒去 妹妹吓坏了 赶紧扶住妈妈大声哭喊 谁来救救我妈 我妈心脏病犯了 我大喊道 有没有医生 有没有人会心肺复苏 求求你们救救我母亲 在场的人面面相去 都离得远远的 好在一行人里 有两名医生 他们听到我的喊话后 冲上来对我妈进行急救 我一边堵门 眼看母亲的情况 也是心急如焚 我恶狠狠地瞪着中年女人 我妈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要你面 中年女人一脸不屑 少拿这种伎俩对付我 你们这是碰瓷 二 无怒不可遏 谁他妈跟你在这里碰瓷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妈怎么可能会心脏病发作 你最好祈祷我妈没事 中年女人翻了的白眼 还捂着自己的鼻子 往后退了一下 真是恶心 还想来威胁我 心脏病是什么万能挡箭牌吗 要死就赶紧死 死不了我还看不起呢 穿得跟土狗一样 身上都是臭味 见到有钱人 就恨不得上赶着额钱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卑鄙无耻 不可理喻的疯婆子 我不想继续跟她胡搅蛮缠 中年女人仰着头 伸手打我 我抵着门没办法闪躲 被她一巴掌拍在了脸颊上 她还不解气 故意扒拉我的手指 你们不让我出去 我今天非要出去 我倒要看看你们在外面搞什么鬼 两名工作人员出言阻止 这扇门要是被拉开 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 现在外围的玻璃已经破了 这里是二十多层 如果门被打开 巨大的拉力会把我们都吹走的 听到这话 其他人也从事不关己中反应过来 一个个赶忙上来将它拉开 要去送死你自己去 别拉着我们 就是 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思 太歹毒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中年女人只能干瞪眼 一句话也反驳不出口 两个小姐姐轮换着给妈妈做心肺复苏 妹妹跪在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求求你们一定要救醒我妈妈 我给你们磕头 妹妹边哭边磕头 中年女人挠了挠耳朵 一脸烦躁 叫什么叫什么 要死就赶紧死 本来就烦 还要听你们在心里叫唤 我沉着脸 能吵得过你吗 我妹哭的声音都没有说话声音大 到底是谁在过灶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中年女人气得咬腮帮子 狗咋肿 骂完她后退两步没再说话 整整半个小时 我妈终于有了生命体征 两个医生小姐姐虚拖地坐在地上对我道 你母亲的情况紧急 必须尽快赶去医院救治 不然大罗神仙来了也就不了 话虽如此 可外面台风还没有停的迹象 根本没有办法把妈妈送出去 中年女人双手环抱 冷笑 哼 你们都是这个人请得拖吧 有心脏病怎么可能按两下就好了 我看就是故意想要讹钱 我回对道 开口闭口都是讹钱 我看你才是最想讹钱的那个 语人趾高气昂道 我那是正常要回我的损失 跟你们这些相巴佬不一样 你们死活不让我出去 我合情合理 怀疑很正常工作人员补了两句 这位女士 明明是你无理取闹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三 人家好好一个人 被你气得心脏病发作命悬一线 你非但不知错 还想讹人家钱 这种行为不是抢是什么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就是还咒人家去死 心肠歹毒 女人气得脸红脖子粗 不再言语 一个小时后 台风慢慢变小 所有人趁机转移到低楼层 我恳求酒店租车给我 我得马上把妈妈送去医院 这一个小时中 她的情况已经愈发严重 两个医生小姐姐说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恐怕熬不过去了 好在酒店人员都很热心 得知我一家的情况 立马安排了车辆 然而在地下车库 我刚和两个医生小姐姐 把妈妈抱进车 就有十来个人围了上来 围首的正是刚才在顶楼 发店的中年女人 就是她 我的包包就是被她给偷走的 在她身边比较魁梧的男人 站出来 指着我的鼻子 你敢脱我老婆的包 今天必须赔钱 不然别想踏出去一步 我双拳紧握 嘎吱作响 想要揍人的心思暴涨 妹妹从一边将我的手拉住 哥 别冲动 先送妈去医院要紧 别浪费时间 我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中年男人 等我送我妈去医院 我跟你们去警察局调查 我相信警察会调查出来 你们的包究竟是不是 被人偷走的说完 我准备上驾驶座 结果被男人一把拉住 我没有防备 一个亮枪跌坐在地上 想走 没门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偷了东西 想要逃跑销赃 今天不赔钱 不可能让你们离开 其他人随着中年男人的话 把整个车围住 中年女人甚至去驾驶座 把钥匙拿在了手上 小笔崽子 老娘看你怎么跑 眼看车钥匙落在他们手上 我压抑的理智越发失控 这时 医生小姐姐连忙大喊 不好了 患者的心跳呼吸又没了 她一边说一遍 继续给母亲做心肺复苏 妹妹眼泪止不住掉 拉住我的手摇头 哥 给他们钱 破财消灾 咱妈熬不住了 我心急如焚 只能掏出手机给中年男人转账 我的银行卡里没多少钱 只给他转了三万块钱 我妈真的快不行了 钱给你们 把车钥匙给我 男人冷笑一声 就这点钱 你知不知道我媳妇的爱马仕包值多少 一百多万 少说你也得给够五十万 五十万 这简直就是名强 我冷着脸 我只有这三万 妹妹红着眼睛 恳求中年男人 大哥 你行行好 我们家所有的钱 都给我妈治病了 真的只有这三万 你们也有自己的父母 父母生病 怎么可能不管不顾 你们也看到了 我妈真的快不行了 必须马上送去医院 中年男子不屑道 你妈要死 又不是我妈要死 是你们拿不出钱 才让他去死的 孝顺的儿女 早就应该拿出钱 才对要我说 死了也是活该 谁让他养出你们这种 没有教养的儿女 我实在没忍住 给了他一拳 我妈还没死呢 谁允许你这么咒人了 妹妹赶忙将我拉住 哥 你才从里面出来 别犯傻 就妈要紧 中年男人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呵 还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 真可笑 周围的几人也笑了出来 就是 我还杀过人呢 吹牛谁不会 妹妹挡在我面前 哭口婆心劝男子 大哥 求求你们别刺激我哥了 他真的会失控得 众人笑得更大声了 我咬着牙 用力攥紧拳头 我十八岁的时候 患上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 在精神病院住了整整五年 如今刚出来和家人旅游散心 没想到遇到这档子时 我上前走了一步 被妹妹死死拉住我 哥 别被情绪控制 冷静一点 妈还等着救治 我深吸两口气 努力平复了心情 我看向中年男人 我现在真的一分钱没有了 你要怎么样 才愿意把车钥匙给我们 中年男人 折着自己的胯下 打一个一百万的欠条 从这里跪着钻过去 还得给我和我媳妇 郑重道歉 我可以考虑 把车钥匙给你妹妹 忍不住骂道 你们太过分了 既然这样 那就直接报警吧 报警 中年女人大笑 可以啊 看看警察来了 到底会帮谁 我们有的是时间和你们耗 你们有吗 我转头看了一眼 还在被抢救的母亲 红着眼跪了下去 对不起 四 我屈辱地跪爬过去 妹妹痛苦地跌坐在地上 闭着眼不敢继续看下去 从中年男人的胯下爬过去 我转头 这下可以把车钥匙给我了吗 中年男人笑得得意又猖狂 不行 你还得跟狗一样在地上爬 学狗叫叫到我们满意为止 我握紧拳 你别太过分 中年男人指了指车内的妈妈 你想你妈现在就去死 我咬了咬牙 跪在地上学了两声狗叫 众人哄堂大笑 一个个就跟赢得什么战利品一样得意 中年男人看我如此配合 这才挥了挥手 示意中年女人把钥匙给她 她把车钥匙拿在手里 从包里抽出一张纸 在上面签下你的名字 你欠我一百万 要是归你 我拿起笔签下自己的名字 妹妹赶忙制止住我的动作 我来签 哥你赶紧开车把妈送去医院 我知道妹妹是不想我承担这么重的债务 可我也不能让她来承担 她今年才二十岁 我刷刷两下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年男人这才把车钥匙扔给我们 就在我起身拉着妹妹准备上车的时候 中年女人伸手一把将妹妹拽住 你们都走了 一会儿不认账怎么办 这个小姑娘必须在这里当人质 妹妹和妈妈是我的底线 我不可能让步 我伸手将女人的手掰开 别得寸进尺 羽人哼了一声 周围的几个大汉团团围上来 妹妹见状 拍了拍我的手被安抚到 哥 先救妈要紧 别担心我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两个医生小姐姐满头大汗的喊道 快点 病人撑不住 要来不及了 我看了一眼妹妹 嘱咐她注意安全 这才上车直奔医院 台风掀翻了不少东西 路上有很多路障 我把车速飙升 快速往医院赶 一下车 妈妈就被送到重症抢救室 我担心妹妹出事 找护士站的小姐姐 借了手机给警局打电话 然而 因为台风的关系 根本打不通 我焦躁地在外面等待着 用力攥着头发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用自己的健康来还妈妈的健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 抢救室的门被打开 医生抱歉地看了我一眼 对不起 我们经历了 我呆愣在原地 犹如五雷轰顶 什么意思 医生解释 患者送来得太晚 抢救不及时 已经无力回天了 节哀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整个人痛苦至极 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人 我妈就不会抢救不及时 就不会出事 悟悟 医生让家属去见死者最后一面 我想起还被扣押在酒店的妹妹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心突然有些慌乱 拜托医生帮我照看好妈妈的遗体 我驱车往酒店赶去 那群人果然还在地下车库等着 只是妹妹不见了踪影 我十分焦急地抓住其中一人的领口质问 我妹呢 那人催了口唾沫 根本不配合我 不知道我双手颤抖 一拳头砸在她的面门 不知道就去死 我一拳一拳地打着她 她被吓坏了 赶忙指了纸楼梯间的位置 我立马往楼梯间跑去 迎面撞上中年女人 带着两个大汉走下来 两个大汉的嘴里 还说着不堪入耳的话语 这小妞味道不错 果然还是得找这种小辣椒才刺激 刚才扭动那几下 真踏马勾人 还是个大学生 我看其实就是勾篮里出来卖的 我心脏停止半秒的跳动 血液都要凝固 这些人说的不会就是妹妹吧 他们话里的意思 显然是凌辱了妹妹 我双目赤红 上去扑倒其中一个大汉 我妹呢 你们把我妹怎么了 三人被我突然袭击吓了一跳 中年女人反应过来 一把薅住我的头发 想要把我拉开 杂种 憋三 给我放开 我不为所动 用力掐着大汉的脖子大声质问 我妹呢 我妹在哪 大汉根本挣脱不开我的桎梏 脸红脖子粗 眼看着就要被我掐断气了 中年女人这才急了 立马拿出手机大声威胁 你要是再不放手 我就把你妹的艳照给传播出去 让她一辈子都没法见人 我理智回笼 松了手 大汉这才得以呼吸 妹妹是真的出事了 我转头看到女人手机上的照片 是妹妹裹照 照片里的妹妹一脸痛苦 四肢被四个大男人拉住 让她动弹不得 你们这群畜生 我要杀了你们 我赤红着眼 犹如恶狼随时准备让这群人去死 中年女人明显后退了一步 被我的模样给吓到 你要是动手 我这就让人弄死你妹妹 看看到底是我先死 还是你妹妹先死 我呼吸一致 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妹妹还在她们手上 我不能冲动 女人见我放下手 得意地甩了甩手 还以为你真这么有种呢 我冷脸问 我妹在哪 中年女人没理我 踢了踢旁边的大汉 大舅 你没事吧 被叫大舅大汉站起来 捂着脖子摇头 我十分着急 语气急促 我问你们 我妹妹在哪 中年女人这才分出视线看我 刚才你冲撞到了我 惹我不高兴了 你现在删自己二十个嘴巴 我就带你去见你妹妹 我盯着她 你知不知道非法拘禁 是要坐牢的中年女人大笑道 真好笑 现在台风把一切都给刮走了 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 你还指望谁为你作证 你真以为坐牢能吓唬得了我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 那就删到我满意位置才行 我不为所动 就这么盯着她 中年女人眼神微眯 不想配合 可以 那我们就看你妹妹 懂不懂得起了 这群人就是故意趁着天灾 趁火打劫 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现在确实没办法第一时间报警 我只能听她的话 伸手往自己脸上招呼 看着我删自己的脸 女人很是得意 我就说吧 天灾面前 我们才是枉法 我不知道删了多少下 嘴角已经溢出血液 中年女人这才满意 她让两名大汉将我的双手束缚 提着我上了一楼 一楼的公共卫生间内 我听到了妹妹撕心裂肺的求救声 和男人的咒骂声 我瞬间气血上涌 正脱开束缚 冲进厕所 六 妹妹被中年男人凌辱 一身衣服破败不堪 我脑海中理智的弦已经崩断 冲上去将男人扯开 沙包大的拳头砸在男人的面门 男人被我打到抱头求饶 我这才将外套套在妹妹身上 对不起 我不该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我痛苦地说着 妹妹一双眼睛无神 对我吐出几个字 妈呢 我哽咽地将妈妈没能抢救回来的事实告知 妹妹突然放声大哭 窝在我的怀里 杀了这群畜生 哥 杀了他们 妹妹双眼充满仇恨 不再是那个劝我平静的姑娘 我点点头 转头看向众人 中年女人扶起中年男人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看什么看 你个死憋三 竟然敢打我老公 我今天就要你们跪着给我磕头认错 我捡起一旁中年男人 为了威胁妹妹时散落的刀具 手起刀落 速度之快 让中年女人猝不及防 她面前的中年男人 就被我砍中了胳膊 血液染红了她的衣服 啊 杀人了 中年女人疯狂尖叫 丢下中年男人就往楼上跑 此时台风外面台风再次袭来 似乎比之前的还要恐怖 中年男人受伤 痛苦的哀嚎 你要做什么 杀人犯法的你知不知道 我一刀划在她的嘴角 冷漠道 你侵犯我妹妹 囚禁她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是不是犯法的 中年男人捂着嘴角 血液从她的指缝里面溢出来 我没等她反应 将她的十根手指全部割掉 就是这双手碰的我妹妹吧 这么恶心 还是不要了我淡淡的话 让中年男人毛骨悚然 痛苦不堪 大哥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我以后肯定改过自新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冷笑站起来 刚才不是还挺嚣张的吗 怎么现在这么不堪一击 继续嚣张啊 她没有手指的手捂着嘴 跪在地上疯狂磕头 我错了 我错了 求求你别杀我 我倾笑 当然不会杀你了 我还会救你 让你体会这辈子都体会不到的舒服 我将她的伤口包扎好 用角落原本捆妹妹的绳索 将她捆起来 拉着她像一条死狗一样往前走着 追逐中年女人的途中 我遇到了刚才那两名大汉 他们看到我拖着满身是血的中年人 愣在原地 我拿着刀 解决了他们 并削到了他们的那个 血液将我的衣服全部浸透 我又如沙神一样往楼上走 中年女人的尖叫回荡在楼梯间 淒厉的跟个女鬼一样 我跟着她来到五楼 听到她的尖叫声 有几名大汉纷纷走了出来 中年女人赶忙跟他们求救 四叔 刚才那个女孩你们也有份 你们必须救我 我眼神冰冷 扫过在场的几个人 原来这些人也侮辱过妹妹 那他们都该死 我放开中年男人 猛地冲过去 砍向几人 他们本来可以躲进房间 却因为中年女人率先躲进去 把房门关上 几人都没能进去 妈的 你这个死巴婆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几人不停地拍打着门 嘴里骂着脏话 眼看房门打不开 几人决定跟我殊死搏斗 我精神已经失常 发起风来 谁都挡不住我 没几下 几人全部倒在血泊中 我只留下一个身材壮硕的男子 我用刀架在男子搏梗上 指了一下在地上 跟一群驱虫翻滚的中年男人 你过去 伴了他 我就不杀你 男子眼神疑惑 不知道我所谓何意 我拿出手机 让他看画面 男子双目赤红 不行 太恶心了 我冷笑 恶心 恶心也得给我去做 不然 今天受尽屈辱的就是你 男子刚才和我过了两招 知道打不过我 只得乖乖听话 去到中年男人身边 中年男人见对方 脱自己的裤子 放声尖叫 你干什么 男子叹了口气 华哥对不起 我也想活命 只能委屈你了 紧接着 就是一阵杀猪般的叫喊声 以及拍打声 气 十多分钟过后 中年男人就像是被撕破的破步 摊在地上 他去路地流下泪水 嘴唇颤抖 我很满意地看着他 怎么 是不是感觉很舒服 真下见 中年男人活活气晕过去 我没再管其他人 转身看向紧闭的房门 我用刀柄敲打着门把授 里面的人立刻反锁房门 在二十四楼的时候 你不是喜欢出去吗 怎么现在不出来了 我妈被你害死了 我妹也被你们给玷污 你以为你还能逃 你不是说天在面前 你才是王法 怎么现在没有刚才的气势了 我一边打着门把手 一边冷冷地说着 语言在里面已经崩溃大哭 都说了不是我 都是他们干的 是他们对你妹妹见色起义 顶峰作案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 门锁被我声声敲坏 我打开门走了进去 女人扑通一声 跪倒在我的面前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些都是我男人指使我干的 他们想要趁天灾捞钱 我也没办法 我只是一个女人 只能配合 不然他们会打死我的 你都报仇了 你就放过我吧 她已经受到了自己的惩罚 以后肯定也不会这么做了 我不为所动 居高临下盯着她 刀尖对准了她 比划着往什么位置扎更好 爸 中年女人崩溃地在地上 给我磕头 对不起 小哥 放过我吧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孩子才三岁 我死了没人可以照顾她 我一把扯起她的头发 冰冷的刀刃贴着她的脸颊 你现在知道自己上有老下有小 那把我妈心脏病气出来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 她还有孩子 明明我妈可以平平安安的 就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她才撒手人寰 我举起刀就要往她脖子抹去 忽地 身后传来巨响 一个青年将我撞倒在地 青年把女人扶起来 姑妈 我爸呢 羽人嘴唇颤抖 指着我 被她杀了 青年愤怒极了 抄起一旁的晾衣杆对准我 你这个杀人犯 我是警察 你今天别想逃 听到这里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这群人欺负我们的时候有恃无恐 原来是上头有人 我挥了挥手里的刀 对着中年女人砍去 中年女人下意识就把青年抓过来挡刀 刀刺入青年的腹部 青年不可置信瞪着中年女人 我没有扎太深 抽出刀 一把将青年甩开 中年女人瞳孔一震 手臂被我生生削下来 啊 饶了我吧 她惊恐万分 一直在往后爬 我不着急弄死她 我要让她被恐惧吞没 一点一点痛苦死去 想到妈妈的遗体和妹妹被凌辱的画面 我眼里只有仇恨 举起刀 一刀一刀的凌迟 血肉飞溅 女人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 她没法动弹 只能痛苦叫喊 在地上爬行 终于她爬出了房间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一刀插进她的脑袋 起身离开 中年男人被我重新拖下楼 她此时已经清醒 看着自己光着的钉 她屈辱地吼道 妈的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啊 你还找人侮辱我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脚踹在她嘴角的伤口上 闭嘴 不然我就给你缝起来 中年男人已经丧失理智 痛苦大喊大叫 我上头是有人的 我告诉你 你最好放了我 不然 等你被抓进警察局 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真是过躁 我揉了揉耳朵 觉得很烦 我找了一间开着的房门 将中年男人拖进去 用刀将他的嘴皮下出洞 拿数据线捆了起来 这下终于安静了 中年男人已经看出 我没有理智的风魔 不敢再哼哼 任由我拖着往下走 一楼前台 几个小姐姐 蜷缩在一个 逼着的空间 躲避台风 我将门拉开 看到我一身血迹 和身后捆绑的人 几个小姐姐 吓了一跳 啊 杀人了 他们吓得四散逃离 我眼疾手快 抓住其中一人 指了纸楼上 清理一下 顺便联系警察 说完 我转身去找妹妹 妹妹已经缓过神 看到我就痛苦哭泣 哥 对不起 我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别怕 我已经让那个混蛋 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和妹妹相对无言 我坐在一边抽烟 她坐在一边发呆 明明只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像是过去了一个世纪一样 很快 风暴退散 酒店通知警察过来 由于我杀了不少人 被警察冲上来靠住 妹妹担忧地看着我 我给了她一个放心的眼神 酒 我被送到拘留所 酒店工作人员联合妹妹向警局写书信 为我争取最轻的刑罚 然而 还没开庭 我被关起来的当天 酒店杀人案上了热搜 所有的词条都指向我无故杀人 手段残忍 我被无数网友辱骂 妹妹也因此受到牵连 他们扒出我家的住址 和我家人的信息 各种信息轰炸 言语辱骂 这个人就是反社会分子 必须死刑 竟敢杀人全家 他怎么不去死 藐视法律的存在 真以为天灾降临就能为所欲为了 太残忍了 我看了现场的图片 整个楼道都是血液 他还把人给肢解了 这种人可不能放任他在社会上 舆论满天飞 情愿想要我去死的人占大多数 这一切我知道都是那个青年干的 他自己虽然没死 可是他死了这么多亲人 想要报复我 因为舆论的压力 我的亲戚们不堪其扰 纷纷搬家 官方介入下 对于我的审判 必须公开 还得采用直播的方式 法庭上 为我辩护的律师被人唏嘘 他们都认为我的律师是为了钱 其实我和妹妹根本没什么钱 辩护律师是了解了事实真相 才选择无偿为我们辩护 对方的律师咄咄逼人 质问我为什么杀人 我如实告知将他们如何对待我的妹妹和母亲的所有事实说出 直播弹幕听到我的话都沸腾了 我去 这反转的竟然 杀人魔是被迫杀人的 我不敢想象 如果是我的母亲和妹妹受到这样的侮辱 我还会不会这么冷静 楼上的 你们这是在供情一个杀人犯 他可是一连杀了好几个人 还把人给纳杀了 你们真的不怕吗 直播弹幕是实实的 我们也能看到 看到这里 对方明显有些慌张 是 片刻 对方质问我 你说你的母亲被气死 妹妹被侮辱 还被敲诈勒索一百万 证据在哪里 我提供给辩护律师的证据 其实很充分 可却除了妹妹被侮辱的证据 我刻意不提供 是不想妹妹二次受伤 众人见我们这边没说话 都以为我们拿不出证据 妹妹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将自己的检查报告拿出来 还有那些人手机的照片也拿了出来 她不惜将自己的伤疤掀开 让所有人看到 也要为我证明 弹幕风向彻底变了 所有人都在质问他们 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和我的家人 这场审判 最终因为我患有精神疾病 过度防卫 我被释放 但因为我有不可控的神经疾病 我需要被终身监禁在精神病院 被送进病院那天 妹妹来送了我最后一程 哥 这次住的还是小叔的那间病院 你不用担心 一切都会跟外面一样 我会把妈妈的后事处理好 我点了点头 走进了那间熟悉的病院 没想到住了五年之久 我还是再次回到了这里 小叔亲自接我 给我安排了最豪华的单人公寓 什么都不用愁 只用安心治疗心理疾病 警察会时不时过来检查 看我的精神状态 从始至终 我都一言不发 静静看着窗外出神 妈妈入土那天 小叔偷偷带我离开了病院 来送他最后一程 我在妈妈的墓碑前 说了很多话 最后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希望他来生 会投在一个好人家 回到病院后 我的生活恢复平静 一切如常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两年后 听说那个青年 因为违法乱纪被开除 他不再是警察 那群人再也没了保护伞 成了重视之地 而独活的中年男人 没了手指 嘴巴受过伤 还无法说话 一辈子只能乞讨 听妹妹说 他雇了人 让他去了缅北 被做成了展示品 这辈子都完了 而我 生活跟住外面 没什么区别 未来会一辈子 活在阳光下 全文完 没关系 消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